下面 华年祖老句子 又在 绘书里头揭露出来 这一段 绘书 是日本 禁宗的祖师 无量寿金的祝祭 无量寿金绘书 我们看看 他对于这段经文 怎么解释 七觉神道 七觉知者 第一个 自法觉知 智慧 关注法师 善能 尽别真为 这个会 古时候 恩惠的会 跟智慧 常常通用 所以这个地方 智慧 挂回的这个会 我们现在 用这个会字 是一个意思 要智慧 观察 注法 有能力 辨别 这个法 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这比什么都重要 初学没有能力辨别 早年前 老师教科 你没有能力辨别 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那是什么 大藏经 你看看这个书 大藏经里有没有 如果有 那正法 如果大藏经里没有 最好 不要学它 看都不必看 大藏经是个绝对的标准 当年 兵大藏经的时候 叫入藏 入藏的条件 是要当代的高僧大德 他们都承认 通通赞成 没有人反对 那负责 会计的人 才将这部经典 或者是诸集 宋歌 那个时候 皇帝看 最后决定权 在皇帝 皇帝下命令 如上 这样慎重 这就是个标准 老师还特别祝福 最好是用古人的 编地藏经 古人编地 据令我们最近的 是清朝 乾隆上 编地 笼藏 乾隆那个时代 确实 高僧 大德 很多 在家出家 修行 正硬的 修行正硬的 乾隆以后 到民国 民国就没有人 重视这个了 民间 也有一些 善行人士 编一套 民国大藏 去 当年这些 大德巨师 老和尚们 发起的 那标准就没有从前 那么严格 大家看到欢喜 这个本子 讲得不错 也都不得 收进来 所以李老师教我们 还是用笼藏 做标准 笼藏 以前 有二十几种 版本 那都是没有问题 现代人边 现在人 没有古人 那么样清洁 没有古人 那种智慧 那个负责任点 行李 那么金人著作 特别是白话著几 我们容易看得懂 如何来应用这些东西 做参考资料 古著里的这一句 看不懂 看看这一句 现代这些法师 他是他们怎么讲的 我只采用他这一句 我不能采用他全篇 全篇一定要用古老的 黄念书老爵士 这个诸杰 我们最佩服的 这是真实智慧 他没有自己的意思 他完全是取经论 取祖师大德的诸书 来诸这一步 今天 而且 每一个小段 他都把处处 说明了 你看这个 底下这一段 会所 前面我们看到的 大制度论 位移的原本 统统有处处 我们这边最后一行 引用的 弥陀苏朝 连迟达达斯 全都有处处 这是非常谦虚 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让我们后学的人 看到这部诸剑 不算怀疑 这就是真实智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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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